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 因为乌龟哪都不喜欢你摸它 它是个野生动物 它并没有与人过度接触的一个经验 所以说乌龟它并不喜欢人摸它 你摸它反而会增加它的一个紧迫感 但是如果说在我们人的一个理解范围内 让乌龟表现出一个比较愉悦的一个动作 或者一个情绪的一个表现的情况下 我们会选择去摸它的屁股 龟甲靠近屁股的一个地方 对于龟来说是很敏感的 有的时候你去用水浇它那个地方 它都会比较兴奋的不停的扭屁股 然后去表现出一个 我很喜欢你摸我这个地方的一个表现 还有一些乌龟体型比较大了 你可能摸它的下巴 它也会表现出一个比较舒适 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我们在观测到乌龟 你硬要说它喜欢摸它哪个地方的时候 一个是屁股 一个是颈部 可能这两个地方 是它比较喜欢摸它的一个部位 其他的地方你可能一摸它 它就会比较敏感的去缩回 或者说甚至有一些攻击的行为 是不建议这样去触碰的 本身乌龟它是一个比较胆小 也比较敏感的一种动物 除非你特别特别了解的情况下 一般不要轻易的去触碰一些 它不太喜欢让你触碰的地方